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标股之间峰 我是Storys 我是钟晓老师 老师明天约要放假了 怎么办 会不会又震荡 十月震放很多假 对啊 在这里同学都知道 细光值真的很强 对 订阅按赞分享 细光值我们没有做很多档 其实有资金可以做很多档 那在这里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 开高 但是尾盘又杀下来 对 慢慢在这里 今天只涨47点而已 盘中涨了多少 200多点 对 那台积电嘛 台积电都守在1000块以上 我是跟同学讲 台积电1000块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是的 那你看一下3443的创意 没有老师在讲 大概只有我在讲 连续三天三根横放 对啊 他很强 他这个月线季线嘛 季线第一次碰到下来 月线少稳 第二次碰到季线嘛 对 对不对 那看3035的资源 对不对 今天开高走低 对啊 这个缺口都过不去嘛 那我们看6531的爱普 今天也是一样啊 开高走低 走低 但是季线很近了 对 快要碰到了 快要碰到了 那万一下礼拜直接开高走高 出量过去 这个底部就确定了嘛 对 守在月季线之间嘛 那今天我没有叫同学买啊 今天没有叫同学买啊 那4979我们昨天不是说靠近无日线买 我昨天有讲我有买嘛 买黑棒嘛 对 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 创新高 可不可以出一下 可以 可以嘛 赚钱出就是漂亮嘛 对啊 对不对 出一下我告诉你啊 回到无日线 下礼拜一开盘我们再来做 再买 再来做 再来做 3450的联军 哇 哇 夜线不错啊 是啊 一干黑棒整理整理会再创新高 多头排列就是这样 他站在月季线之上嘛 对不对 还有还有什么3363 也没什么赚钱啊 但是 无票率是创新高 晾滚晾啊 是 这嘎空 我上面有写嘛 有 因为空当很多嘛 对 大家认为他没有赚钱就一路空嘛 嗯 对不对 很奇怪 没有人要空爱普啊 空爱普他就会涨了啦 是 他今天收的不漂亮了 我认为今天会有点下影线 但是也没有下影线 没关系啦 没问题 这个10月10号之后就知道了啦 好 为什么因为 因为你注意到啊 他在这里已经收敛到末端了嘛 对不对 他这有量就拉涨停嘛 有量就冲嘛 今天没有量啊 今天量跟昨天一样 今天开高很多同学又去追 对 然后又套住了 不要 我跟你讲 量没有出来 你不要去冲啦 老师今天没有叫你们冲 老师如果今天有抠讯可以冲 你们就尽量冲啦 好 下礼拜一 不是下礼拜一 10月10号搞不好就可以冲了 礼拜五 10月11老师 对 礼拜五嘛 10月11 对 好 来 有老师今天有人问到志源 3035 然后他说呢 买在403 403 他买很高 403 跌掉100多块了 对啊 老师不是在这里跟你讲 这里要出 对 老师甚至在这里跟你讲 还是要出 是 对不对 你看这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马上就补了 有 这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一直补不了 对啊 对不对 其实你注意到3443 是 老师是不是有讲这个缺口就补了 这个缺口就补了 对 拉回来都是找买点 对 连三红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在这里 我们看啦 如果爱补上去 志源搞不好会拉一下 我们看一下3035的志源 他营收 营收也公布不怎么样了 对 还是有点弱 今天最后一盘竟然杀下来 是 这只股票蛮奇怪的 好再来 好下一个人问3005的神机 每在135 135 神机最近都有好消息 对 可是他没有一直就是往上冲 不过他在所有均线 对 这个附近 那还好 是 还好 但是135是比较高一点 这一波拉完 这一波为什么会拉你知道 炒作吗 不是炒作 那时候有纳入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个投资组合 00多少的 就拉完以后 把剃除 咚咚咚咚就下来 哇 大概就是这样 是 好下一个是1799的EV买在270 你207 哦 EV啊 哇 他开盘就直接往下动 他有207吗 最高有207吗 有耶 是 这也很惨耶 哎 三十几块涨到200多块 对 你要有很大的胆子才敢买 嗯 是 哦 这个 有点腰斩了 这个 这一支股票我们这样讲 嗯 我不晓得你怎么会买这种股票 这么高 他不是很有名的股票 对 已经涨了十倍了 是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一下3661的市新 今天算慢慢直稳了啦 有 比较好了 有点直稳了 但是还没有站上五日线 对 今天有了 开盘站上五日线 那下礼拜一能不能冲冲了 就不知道 因为营收公布还算不错啦 是 好 下一个是8054的安国买在186 安国我们出掉了 嗯 186大概大概大概在这个附近 对那个附近 我们出掉了啊 因为这个缺口也过不去 对 好一直过不去 啊 神盾集团的哦 嗯 哎 神盾集团今年上半年 很好 都很好做 对 但是 整个IP股不好 它也不好 嗯 好 所以 不用担心 好 再来 下一个是3354的绿胜买在32 3354的绿胜买在32 哇 也是买高点 也是高了 嗯 动动动 哎 这个缺口 缺口 补了 补了 差不多还没有补了 嗯 它现在没量 对 好 这种股票冲高可以买 好不好 好 再来 下一个是3466的德晋买在88 88 今天德晋有在动 有 它也是12345 对 低点虽然有破 但是最近在往上走 嗯 88 70到80之间 过了70 大概80 80左右会来 好 啊 这种股票几涨就可以出了 好 没问题 下一个是2615的万海 买在180 180 那这就是买在前波 大家都在炒的时候 对啊 嗯 哇 那买超过两年了吧 对 就超过两年了 嗯 最近那个中东战争 一下又这样 一下又封港 一下又不封港 然后又霸东 涨停涨停 是 过了这个高点 就应该要卖一趟了 嗯 打回来 在这个附近买 再来买啊 对 好 好 下一个是6805的富士达 买在545 还能不能报呢 540 哎 540可以出了 哦 高点了 对 跟前面差不多 过高了 嗯 过高了 今天这一根黑棒就不漂亮了 是 折叠机差不多炒完了 好 800块以上 这个这个今天的高点要出了 嗯 今天高点要出了 对 这炒很高了 再来 好下一个是2603的长龙买在204 204 嗯 也是在这里 也是买高点 对 哎我跟你讲哦 这种股票这样涨这样涨 啊这样涨上来 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差不多就应该要出 对 啊你说老师我也我也很喜欢长龙 可以啊 嗯 长龙反正打下来在这个低点左右 是 嗯 160左右就可以买啊 好 老师那我提一个外话就是最近那个新宇航空啊 他10月15正式要可以就是准备申购啦 那很多人都在问说可不可以购吗 嗯 申购应该是可以啦 嗯 但是价差你们自己看 因为新宇航空我不知道代码啊 在这里啊 你们大概就是这样子操作 好 好嘞 下一个问题是2382的广达买在320 广达今天上去了 对 季限 320大概300 哎 320很高 老师那时候有有讲创新高叫你们出吗 嗯 我记得我有讲 有有讲过 我有讲 但是两个低点都没有跌破低点 广达营收那么好 今天也没有充很高啊 对很表涨 啊 所以在这里啊 大概两百两百三百块左右还是要出 好好没问题 下一个是3025的新通买在53 我还能不能续报 哦 新通新通今天震荡很大了 差不多了 好 报大量了 对 好 这一根涨停这一根涨停 大量 昨天又拉涨停 今天今天报 太大的量了 对 六万多 六万多张 哎我告诉你像这种股票啊 当他没有量的时候 因为这里都没量 是 当他没有量的时候 他就会下来了哦 哦 今天的高点附近 差不多八八十五块以上要出了 好不好 好 下一个是4961的天狱买在300 天狱我有讲过啊 有 之前 我说大概就是240 230都是买点啊 靠近300都要卖啊 对 我有讲过啊 他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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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没有看到 跌下来下面大概240以下都是买点啊 有 靠近280 300都是卖点啊 对 你就多做几趟嘛 嗯 低买高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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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看一下今天虹海有没有上去 好 有 5块钱 虹海上去了快200了 对 他今天有占到200 2354的红纯呢 嗯 也急啦 是尾盘 对不对 也差不多啦 这个缺口完了就在这也就差不多啦 对 这个这个这个到时候可以留意 好 下一个是6415的细利KY 买在2600 细利KY2600那太久了吧 对啊 他一定抱超久的 不是跟你讲跌破400都可以买 对 啊 到了600块左右你就要卖了 嗯 跌破400 我还说赔的算我的 对 这里388 对不对 啊 这个也是这样啊 大概就是这样啊 好不好 好 下一个是3376的新日新买在208 新日新业绩也没有很好 嗯 这个这个大概大概220左右都要除掉 好 好 OK 嗯 老师最后一个呢 这个同学是问3209的全科啊 他在42块的地方可不可以买 他昨天有拉长 创新高 对 我看看一下吧 好啊好 你什么时候买你知道 嗯 五日线你看 是 沿着五日线好不好 好就这样了 没问题 我们谢谢老师的分享啊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一定要加入老师的 LINE 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不要估计前方就先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好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